叫什么熊熊强啊 是熊啥的 小程啊 你这样是的这不又要惹事吗 昨天晚上好像扎那小子 好像没打地是不是 没打地住院了 这不找他哥了吗 他哥找我啊约地方 那个原南呢原南 家伙事背着 一会儿跟我出家 大师一瞅不着 小程你干什么玩意 原南也进屋了啊 昨晚上打那小子他哥不服气 来找我来了 你告诉唐立强 你把家伙事背上 一会儿跟我出去办事去 大师讲话 小程你看你也这么冲动呢 啊你听我的 昨天晚上我就想说了 啊 你在北京啊 你不一定啥时候惹着不该惹的人了 你打尘打尘 对面到底是干啥的也行啊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你不一定打到哪个 打到二代身上 小程一合的也是啊 这他妈经常出事 有时候不知道对面是干啥的 别吃亏啊 从这儿喝去喝去 原南这等会儿先去啊 先先不用 小程养发我喝去喝去 敢约我啊 也不是一般战士 这不杜程拿电话 就拨出去了 他打给谁了呢 他打给这个滚石的老板 杨天天哥 这杨天啊 头一天晚上咱说了 就知道这个小程跟熊哥打仗之后吧 这两个人他谁他也惹不起 当天晚上他都没敢上医院 把送医院送完他就跑了 回去回酒吧把酒吧给关了 第二天还和你呢 说咋整个这事什么 别别找我酒吧 再给我酒吧砸了 和你这事你 杜天来电话 杨天一提 喂 啊 诚哥啊 诚哥昨天晚上你说我这 让你被拉着 你都拉不住啊 你这惹祸了 诚哥 不是 正好啊 我找你呢 那个 昨天晚上那小子 被我抓那小子 那要干啥的 啊 咋的有背景啊 诚哥 不太有背景 背景挺大的 啥背景 啊 你说我听听 那个 不是他咋在家里面 厉害啊 哎呀 咋说呢 他是个商人 啊 但是这个他哥呀 是咱们某某这个北京某处的 这个小小小事实里面的小政政 啊 啊 他哥是这个级别啊 所以说老铁啊 这杜天一听就有点懵逼 还没等他懵完呢 也就接着说了 说关键是他这个爸爸牛逼啊 他的老爸啊 熊卯亭啊 眼见他爸 啊 八岁老爷子给北京人脉相当广了 熊老将军 爷爷刚退休啊 老将军呢 啊 啊 他爸是高干的 他爸的级别挺高啊 多照红了 爷子差太多呀 都是一个年代的那公日啊 啊 就是啊 就虎哥他爸他们那一辈的 他都那辈人啊 他这一听 那都是恨不得都上 都上那个 那个城楼的顶上 都都都上过那顶的影 知道不 那可不是一般人 啊 他 有人说大脸是谁 咱们讲的故事就麻烦 可以深深觉挖 祖坟上挖都没事 但咱们讲的这些 这些人吧 就像你知道他是杀神明就可以了 啊 真就不能实名制的说 人家是干啥的 职务是干啥的 真就不行 啊 百分之一万的不让你这么说 这是大伙知道 是干啥的就可以了 啊 说到这儿 啊 说一九四九年都上过城楼的那 那恨不得的那个人啊 一听小城就知道 我擦 我说这比底气这么足 城哥就知道了 说行了 那我知道了啊 我说城哥 我知道你也挺大 但但但城哥 你俩这翻不上啊 行了 你甭管了啊 跟你没关系 我自己处理 城哥一合就我擦了 大致也听见了 大致讲话了 说城啊 你这你可不能瞎整啊 你这么整的话我跟你说啊 你这是今儿打这名打那个的 这老熊家 这我一听啊 挺那么厉害 虽然我跟熊家不熟啊 因为大致他他爸 那跟人家比就是论权力论啥的 他爸没啥实权 他爸只是国宝 但他爸可不是说的跟人有权 人家是曾经有权的人 这个怎么整啊 啊 小城一听 小城讲话了 有了 啊 约了肯定得去啊 但不可能带焦严男他们去拿五莲子给你批你家 小城一合去 说不去还挺磕身 啊 是我联系谁呀 我呀 我联系个白道大哥吧 小城拿电话 就不给谁了你 就不给孙童了 哎 就不给孙童了 啊 这个孙童啊 也就是当时他爸还在位啊 在北京能排成前几名的他爸 啊 电话就打过去了 喂 童哥啊 我肚成啊 这童哥一听啊 肚成小城 咋的了小城 那个童哥 我这个还有点麻烦事啊 出这小事 孙童一听 这又咋的了 这是啊 啊 不是成啊 这咱这出事的几率 真是这么密 不童哥 你听着这个事 能不能帮你完了呗 那个咋说呢 我我昨天晚上跟那个 你看我昨晚叫你喝酒 你不去 啊 我昨天晚上 我这有点事啊 我就没去上 昨天晚上给酒吧 跟你干仗了 干仗了 因为啥呀 童哥 我就不不不方便跟你细聊了 在末期时间 就是我 我那个有个哥们叫马三啊 我就三哥的家带的家带的兄弟啊 咋的 到那个阿大碰见 以前他一个敌人了 说白了一个仇人 结果那边有一个庄大哥的 啊 想让他把马三给道歉 啊 打起来了 啊 马三跟那匹扎两刀 啊 然后呢 昨天晚上我们就给他打了 这不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了吗 他哥不不服气啊 又把谁给扎了 死人没有 没死人 也就扎两刀 放两枪 孙童讲话 我他妈真后悔呀 啊 双战大哥还纳闷 你说最近小城没找我摆事呢 他不知道出的事都让他们孙童给摆了 小的小区的事啊 啊 孙童讲话 我什么 当时嘴这么欠的 有事跟我说背景 这天天走 一个礼拜恨不得一件事 成啊 你就把谁扎了 你说说我听见 那个熊老爷子知道不 就是八十来那个老爷子 熊老爷子将军 啊 我知道那个老熊家 啊 老熊家来家俩儿子 但我跟那俩儿子吧 还不算太熟悉 但我知道 啊 对对对对对 他家熊大 熊大去了 熊大熊二的 一个叫这个熊强 一个叫熊尾的 这不昨天晚上嘛 跟那个熊尾干仗了 把熊二给打了 是来熊大的 啊 这个熊强约我 说是说谈判 你说我去吧 我就和谈 他妈 我也不能跟他干呢 哥 孙童一听 啊 看家我家老爷子吧 说实话啊 都没他家老爷子 牛逼 哎 这是实话 但是我呢 嗯 毕竟我家老爷子 还在指 啊 他那老爷子退了 哼 我去啊 应该能有面子 我陪你去一趟吧 啊 那行 同哥 那那那那下午 你陪我去 啊 下午约在两点 那行 那下午我陪你去 嗯 好嘞 电话就料了 于是老铁 下午啊 由孙童带着小诚 这当时啊 孙童见面 跟小诚说啥话呢 说成了 我昨天半道 我细琢磨 刚才我琢磨啊 你这事 你因为这个 家带 他的兄弟 出的事 你正常 你应该让家带 找他李小勇 他大哥 摆这事 在北京 他屁股还好使 对不对 哎 家带的大哥 家带的事 说你找我办事 有点软 小诚讲话 找啥家带呀 找家带 找那个李小勇啊 家带跟马三有啥事 没少帮我办 啊 你就帮不帮就完了 那你把家带呀 也带 这小诚一合计也是 一个家带 一个马三 马三惹祸 说那行 那我给家带打个电话 代哥 哎 那个代哥 昨天晚上那事吧 对方那个 挨打了 他哥来找我来了 对 我这不找童哥 一起去谈谈事吗 见面姐姐一下子呗 大不了赔了那钱呗 啊 你看你跟三哥一起过来一趟啊 咱一起去 家带一听 啊 找童哥 那行 那我跟你去吧 啊 家带紧接着带上马三 咱们就可以忽略不讲了啊 最后都有谁去的 有这个孙童一个 有小诚一个啊 有家带一个 有马三一个 还有谁啊 有人说金利大老黑 交完男他们 小诚一个没带 因为不是打浪去了 去说和去了 是你们都别去了 啊 在友啊 王在友 陈主 你们跟我去 哎 这不就属于二代权了吗 再加上谁 再加上一个陶强 哎 他的司机金保镖啊 陶强 一共也是齐不个人呗 他把当时金利大老黑 江南跟唐立强 这个放家了 啊 这不就他们当时 齐不个人就去了吗 那他们没去的时候 老体啊 就在那个茶楼里面啊 早早的老体 都谁命 早早的 当时有李武小团团啊 小长长 加上当时啊 这个小诗诗 小郑郑小小伟伟啊 哎 宝哥 这把宝哥带上啊 宝哥很关键啊 无松毛宝哥 有时候咱们讲故事 可能拉个人物 但是你记住了啊 这告你是谁 这里面就这帮人二代 人家那屋里面 已经聚集了 当时都有四多个小五个 而且这四多个小五个 都是由他们精挑力量选的 用现代话说 什么机动班的呢 特训特训牌的呢 这些人 琴拉格斗 样样精通 啊 小空发呢 咔咔咔咔 这些生命不起啊 就是都是那种 一一 就是小五个里面 都能一一第二第三 那伙的 明白没 就逃强是一敌十 他呢 也能一敌三 第四那种 也都非常高手 这种的高手啊 带着都有四十来个 就在他茶室里面 站着两台嘛 一排二十 两排四十 中间坐的是李武 啊 跟这个当时 凶起来 那老铁 杜成他们也就到了 杜成他们这一到 哎 往这个茶楼里一进 啊 说我们约了人了 说的来人 没赶哪个哪屋啊 啊 你们是不是找这个强哥 啊对 强哥在楼上 进屋的时候就看见了 楼下停了 当时都有什么 三四个大绿吉普的 带白白子的 小诚也都看见了 孙童讲话 他对过少来人了 哎 但是孙童该都不说 该北京醒了 他走上楼 就上楼了 上楼推门往屋 这么一进 服务员就说 先生 那个强哥啊 你的客人到了 哎 他走来喝茶了 把门一推 把这门往屋里一推 这时候迎日眼帘的 两排小五哥啊 老铁 啊 站两排 人家是招装来的 你包括当时詹书的 就这个熊强 还有他手下都招装来的 表层一见我手 又擦了 穿又来的 这时候啊 孙童还没知识呢 对面先说话 说你们 谁是打我弟的 那个叫杜诚的呀 你看他不记得别 他就记得杜诚 说谁是打我弟的 那个叫杜诚的 来来来来 往前上一下 这时候啊 孙童上前就笑声 就说话 那个 因为走的是 来的时候孙童就说了 说诚 我去啊 咱们拽个面子 毕竟咱把人扎了 赔点钱 拉倒了 就这么想 所以说来的不是个党长 哎呀 那个 强哥吧 是不是熊强强哥 熊强太多兽的 你谁呀 你渡城啊 我不是渡城 那个他是渡城 一直渡城 说我是谁呢 我爸呀 我爸是孙童的 北京的 孙叔 我叫啥呢 我叫孙童 啊 这熊强听明白了 我说他妈这叫杜诚的 敢打我弟弟呢 原来他有帮手 有战狐的 有撑腰的 孙童他爸给在室呢 没听 啊 孙童 我知道你吧 哎呀 我说敢打我弟弟呢 有仁啊 这是啊 有撑腰的 帐狐的 孙童一丑 不是 那个 强哥啊 你看啊 你家老爷子 好像跟我父亲也都认识 啊 虽然大家不熟悉啊 包括你弟弟跟你啊 我也都知道 强哥啊 这就是个误会 小诚呢 这个杜诚吧 是我一个弟弟 杜诚呢 也挺特殊的 他爸是谁 他爸是海南王 啊 所以说呀 这里面都是误会 今天来也没别的意思 给你倒个过 不行啊 你弟弟被扎了 咱赔点钱也行 哎 你说他爸是谁 他爸是海南王 啊 我清明白了 我说他也敢扎我弟弟 原来他妈的不带出的 他你特殊 他还特殊呢 啊 都有身份 都有仗妖的 是不是啊 他听到小诚 那个身份之后 他并没怕老铁啊 神情表情一点没怕 啊 我说敢扎我弟弟呢 啊 原来都有特殊身份的 啊 家庭背景有背景吗 孙童一首 不是 哥你看啊 这个这不嘛 就赶到这了啊 昨天晚上我没的现场 要我去就没的事啊 你看看 不行 你看你说个数 一要费啥咱赔就完了 打住孙童啊 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跟这个叫小诚的 杜诚的 我俩要单独聊几句 啊 你们呢 先拿人员 靠后 啊 不是 不是 这 这 啥意思 啊 强哥 你看 你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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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来了 你这 你这 把杜诚留去 是啥意思 单独聊 单独聊 啥意思 我他妈要试试 的 啥意思 别的也不用 我家也不差钱 啊 我一会儿就雷他一顿 我过过手眼 我踢我弟的出点气 啊 杜诚又听怎么的 杜诚为数不多的 亮明身份之后 对方还敢打他 的啊 杜诚小伙 当时就有点麻了 你知道吗 眼睛眼睛那帮小五个 四度人呢 把门咔咔就堵上了 啊 诚哥一瞅 童哥那意思 童哥这啥意思 孙童来还催牛逼 说没事 我到他肯定有面子 你看你这 你给点面子呗 是不是 你看我都来了 我都说这话 你有鸡脉面子 你有面子啊 你有啥面子啊 喂 你没面子啊 不是 这我这 这讲话了啊 说你有啥面子 来 把他们围着 今天我他们要拿杜诚 开这钻 啊 哎 气神了 就要动手 杜诚讲话 不是 来没想打仗啊 兄弟妹妹拿枪啥的啊 啊 再说你要打仗的话 焦岩南 唐立强能不带吗 杜诚一瞅 不是 这这 通哥 甲带一瞅 那个 甲带一看 不不止声 不行 甲带讲话 亮底牌了 哎 那个 强哥 我说句话啊 我姓任叫任家宗 啊 都管我叫甲带 那个 这个事吧 因为我一个弟弟 马上引起的 我大哥是谁呢 我大哥是李潇勇 李潇勇 是我大哥 他潇潇气 潇潇气啊 谁 你大哥谁 我大哥是 李潇勇 李潇勇 因为说到李潇勇 他爸那时候 当朝 讲话呢 相当于过去的宰相级别的李潇勇 那那绝对够用了 正常啊 也还在指 谁 我哥李潇勇 你哥李潇勇 他这一犹豫 无双宝 一往前一上 对呀 我基本圈子里的银 宝哥 我让小勇哥给你打电话 跟你说 不行啊 李潇勇 多个急啊 李潇勇 给家带个嘴巴 家带都懵了 没想到 说打家带 给家带个嘴巴 但家带可没敢还 要是一般流氓家带就干活去了 看不得 因为毕竟人穿着衣服 眼前小实实小 睁睁小微微 家带一摸脸 孙童小 不是 这个 强哥 你这是干啥 你给我点面子 你有七毛面子 哎呀 我操 一电炮 把孙童的眼镜片给干碎了 孙童一无雅 你眼镜片 眼镜都飞了 哎呀 我操 这时候 紧接着 奔渡城去了 那你想想 他这一动手 那这这这 那淘强 那不动手 他奔渡城去了 小兔子 我教教你 他虽然岁数大了 但他毕竟啊 天天训练 他素质很好的 挺壮的 抓渡城 拨领 渡城 小孩 这时候淘强过去 一动手 你四五个 小五个奔淘强就去了 操 这这屁的妈 那点话呢 一妈 黎小友 我他妈又孙童 都给我笑 教育他妈 这屁的妈 该说不说 淘强上去还踢倒了三四个 但是我说了 淘强平常啊 那是一敌实力主 他们这里面的特训队的 都能一敌三敌四 所以四五个小五个 不用几下三下五出来 这小会点上来 整大 把淘强就给干倒了 淘强一倒 那双宝宝哥 小诚哥 包括那个 什么什么 陈卓 还有王戴友 哪个是能打仗的 这家 孙童 小诚哥 演员挡了火把子 打了足足地五七八分钟啊 大懵了 大贴头一顿旋 小五个 他打的这些人够级别 宝哥 他哥是双战 小诚大哥 朴正 然后这个 那个陈卓 他爸是这个 这个两江东都 然后王戴友 他爸是这个河北大员 你说这帮人啊 小诚哥 小诚他爸是海南王 他让他一下全给削了 这比我认为 他是讲故事里面 最牛逼的一个了啊 目前为止 这熊小雅 大 跟我俩提 李小勇 李小勇 他都没面子 听明白 这比爸都惯了 打 打半天 停 地下这帮人啊 都被打得逼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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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诚想说 你真打呀 亮明在外面打呀 孙童 给孙童跟小诚 还有陶墙打都不轻啊 打不完 妈 他跟我提这个 提那个 啊 我告诉你啊 别管那提 提那个 谁他们也不好使 今天你们呢 有特殊的身份 啊 我仗着你们这个 都有家庭背景 今天我饶了你们 如果你们老子 没能耐 没有这个背景 我今天我不把你们 腿打舌头 啊 我都算你们能耐 听明白吗 今天为啥饶了你们 没打舌你们腿 啊 那是因为你们的 贪人好家庭 你们都有背景 啊 这事啊 就这么地 就拉倒了 啊 他也知道 不能把他们太打地了 啊 但打一顿他真敢打呀 真虎啊 啊 要没有这个背景 他真能把他们腿都打舌了 啊 老兄弟把头惯了 这不转身 也就讲话呢 说啊 不服气可以找我也啊 走 哎 熊墙领着大伙子走了 等大伙出去 等小诚 他们一个一个 互相扶着啊 这桃墙都被打得比小诚严重啊 说 强哥 诚哥 哎 哎 童哥 孙童眼睛他近视啊 眼睛片打碎的 孙童哥 哎呀 我眼镜呢 啊 眼镜 我眼镜呢 小诚严重啊 童哥呀 你这不行啊 你眼镜片都要打碎的 你说你还告诉我有面子 我知道这批样子不找你了 孙童又丑 哎呦我擦 你还来我 你我这他妈多怨呢 我这 哎呦我 啊 宝哥从地上爬起来 来 那个兄弟 啊 走 妈的 找我哥去 啊 急了 宝哥两个 找我哥去 小诚严重 哎 早起码你哥 先把桃墙送院 桃墙严重 桃墙那时候有点昏迷了 啊 脑震荡 这不大伙 掺着桃墙 互相搀扶着啊 上了车了 把桃墙就送进医院了 但等到进医院之后吧 在桃墙呢 其实没咋地 就是脑震荡 被踢一点 哎 桃墙也醒了 脑袋被踢破个口子 小诚讲话呢 大夫 好好救治啊 大夫讲话说 你放心吧先生啊 肯定没问题 他们都是 说是打 就是皮鞋头的 小炮子 眼睛轻了 肿了啥的 啊 也没给他们 胳膊打 时候再说一遍啊 也没动刀 没动枪 哎 人都是存存炮的 但也就在 把桃墙干 安排完之后 这时候 马三人都被打了 谁说话呢 啊 鲍哥说话呢 是个人 输不个人了 赶紧的开车 上我 上我哥家 我妈不扒了 他皮我今天 我这这 大伙知道 那队伍上 那还得是 双生大哥对口啊 啊 双生大哥管队伍 这不吗 这这七八个 伤病号啊 当然马三肯定 不能让他去了啊 都有谁呢 哎 有当时的小城 有这个 哎 谁呢 哎 别说啊 把大致给带上啊 没没没拉大致不行 大致打电话 还问你 周城啊 谈判谈怎么样呢 这个啊 他们在医院被雷了 啊 打医院来了 啊 孙童 他不记 童哥眼睛片都要打碎了 他没面子 孙童走 不是你这 赶医院 你赶紧来吧 志哥 啊 啊 我现在往那去 志哥来到医院 听到大伙 嚣这个经过 志哥就几个字 你妈的 他是疯了 亮明身份 还敢打你们 啥人啊 啊 走 找张哥去 啊 志哥也决定说 找张哥去 这么众人就一起 就出去往张哥家开 来到张哥家 张哥家在这个 讲话呢啊 也那个大院 老铁啊 啊张哥家正常给哪住 就给大兴的住 叫他啊 离这个小院院也很近 他那嘎的很多队伍啊 张哥就给那嘎住 有家属院 外面小五哥站干嘛 到小五哥那嘎的各顶着 小张他们都包不上了啊 呃 就没那么严重的 也都包个仇子 包个啥 掉个胳膊 全这笔书啊 二代啊 战友 陈卓 小成哥 大志啊 啊 你包括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无双宝 这些人啊 马三人家带没样来 到那个二代 这张哥家一瞅都懵了 来帮商商商商号 是你们 找战哥啊 二号的那个首长战哥 我张哥就打电话 哎你好 哎首长 哎外面来的七八个病号 哎对身人都有点伤 说见你啊 病号啊 叫啥名 说一个叫什么 杜成 一个叫什么王学志 我擦 让他们进来啊 给他带进来啊 好好好 马上到我这来 哎 那老铁啊 战哥也不知道咋回事 但战哥知道 肯定啊 是他妈的 哎 有啥的 有机会惹事 惹事的 废话不多数啊 这不就往医院 往这个战哥家进呢 来到战哥家 往屋里这么一进 哎 人家把首长 把人叫给说 首长 人给你送来了 哎 这么推门就进来了 一进来各顶各 哎 宝哥 小成 啊 陈卓 战哥认识陈卓 包括这个 王大友 他爸 那战哥都认识 战友他爸 那都 那不都认识吗 都河北的 战哥一瞅 这啥情况啊 打这样的 谁打的 啊 大志啊 你咋没事呢 志哥一瞅 战哥 我没去啊 哼 还是你奸 还是你奸呢 大志啊 这帮小 被打这笔一样 你这没啥地 这可假的 战哥 这可跟我没关系 这事 你看 怎么回事 要做呢 说吧 谁给打的 哎 他妈不对 小宝子 你不在河南老家里吗 你怎么跟杜成他们 混习下来呢 宝哥也丑 哥呀 我都被打这笔一样呢 你还关心 我在河南老家 关紧闭的事啊 我 我这想杜成 我就跑出来来呗 你没看到 我被打这样啊 哥呀 我是你亲弟的呀 演这顿小王 回头再跟你说话 咋回事啊 杜成 杜成一瞅 那个战哥 我实话跟你说吧 昨天晚上在酒吧 我一个兄弟 就碰见一个 过去有点 这个瓜哥的眼 结果对面要装逼 要干嘛 结果呢 既不是人家 我们给打了 打几下子 对 结果第二天早上 他哥来了 这不他哥来了吗 就去找我们 我现在我也不想动手了 我先谈谈得了 这不就找佟哥一起去 结果佟哥到那边没面子 佟哥演眼镜片 打七碎 啊 我们也挨揍了 孙童一瞅 我这他妈眼镜片 他妈挨揍了 这事怎么走 说了 大哥一听 谁打的 啊 孙童啊 双正大哥一认孙童啊 就孙童啊 谁打的 孙童一瞅 战哥 谁呢 啊 就那个老熊健 那大儿子啊 熊强 啊 他那儿子是熊伟 说熊伟啊 跟那个肚长发生的事 啊 我先我跟熊强 去谈他妈 结果他妈没给我面 哎 熊强是谁呢 他爸是谁 谁 战哥一听 你不用说了 这熊强熊伟的哥俩 我太了解了 啊 确实 老熊健 霸道惯了 那怎么惹上你吗 那个 战哥 他是明知道我们啥身份啊 不成 包括我啊 都亮明身份了 还动手打 就算值钱 咱们错点 也不至于给打这样啊 双正一瞅 妈的亮明身份还给打了 是挺过分 啊 战哥该说不说 再抽他亲弟弟 那他孰家的弟弟 双宝 可能不心疼了 说是说骂是骂 自己的还要自己打行 我找他 熊强打的是吧 熊强打的 这不拿电话 就打给熊强了 啊 战哥有熊强的电话 这熊强级别也够了啊 都在北京 啊 但战哥可比他大不少啊 电话就打了 啊 你听熊强打接了这电话 喂 啊 啊 我是熊强 哪位 那个熊强啊 我 小五哥的双战 啊 啊 这啊 双战 啊 战哥 他还得管战哥叫上战哥 啊 战哥 四十板的板啊 他岁数也不小了 啊 战哥 啊 有事啊 战哥 说那个熊强啊 我问一下子 你把那个人给打了啊 戴眼打的 戴队伍上的眼打的 丁刚给一顿削啊 给那个叫杜长的 给他妈 一听 我操 啊 是 有这事 是我打的啊 是你打的 不是哎 人家 表明山分了海南王的儿子 还有那个孙童 也说他爸是贼了 你也懂嫂 你知道你打的都有贼不 啊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河北省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啊 小陈四四 小令令的儿子 那你还有陈卓啊 还有这个王战友 那他河北大书记啊 王战友啊 都要你给揍了啊 哎 琼强一听 这么多人呢 这都不重要 最关键是还有我弟弟 啊 我弟弟松宝 那在现场也要你给揍呼枪 那脸都打疯猴了 啊 不是你啥意思 那亮明山分还打呀 这点事至于吗 啊 什么呢 战哥 还有你弟弟 对呀 我叔我弟弟也给 我叔家弟弟也给那呢 战哥 那他们没提 那他们要提的话 要说是你弟弟 那我必须得给面子 啊 我肯定得轻点打呀 那我 什么玩意啊 他们没提是你弟弟 他要提是你弟弟 我肯定得给点面子 我能我能那么打吗 那我得轻点打呢 但是我也没打啥地 给鸡脚几天炮而已 老铁听明白啊 这笔说话 跟战哥这么说 说那提你弟弟 我肯定给点面子 我得轻点打 战哥当时火上来了 熊强啊 你啥意思 就这点事啊 就这么多人都提这么多身份 你还打啊 而且提的还打啊 不是你这打的啥意思啊 熊强啊 我没啥意思 他们把我弟弟打了 给我弟弟 给我弟弟扎两刀 给医院躺着呢 现在 怎么着 扎你弟弟了 扎两刀 对啊 他们先动在手上 给我弟弟扎了 等会儿 你们谁扎人了 啊 扎人不知道啊 没人看扎人的事 不知道啊 扎不扎人的 啥事不能谈呢 啊 熊强 你说就这点事啊 都是这个圈子里的 你这一下打了多些 二代你知道 战哥 打你弟弟这事 不好意思啊 他没说啊 他说肯定有点什么样子 但是其他 什么杜成啊 陈祖啊 王再友啊 就他们如果不服气的话 战哥啊 你告诉他们 可以来找我来 我害他们揍他们 你说什么 我说他们不服气 也让他们来找我来 啊 我还揍他们 啊 他们这是贪人好家庭了 不贪人好家庭 我直接把腿打舌头了 你 不是你这小子 你现在你是 战哥 还是那句话 改天呢 你弟弟啊 我登门跟你道歉都没问题 但他们 我打就打了 不服气 可以让他们找我 啊 行了战哥 回头再聊 啊 哎 有人说了 不太现实吧 战哥那么大个鬼 他敢跟战哥这么闹 他站着 他爹的这个 有人咋说 说退休还余威还多少年 他爹 我跟你这么说 你听下面就懂咋回事了 这张是不敢的 但他敢 战哥把电话一撂 瞅这些人 你说你们这些兔崽子 惹这事惹的啊 小生两话不是战哥 这小子这么牛逼吗 啊 他这么大吗 现在跟你俩说话 他在这喝的 他也不是牛逼 也不是大 关键他他个好爹呀 啊 他爹呀 曾经当过咱们进经济的 啊 队伍上的总瓢爸子 他爹曾经是我领导 这回听明白了吧 战哥不是一下就当这么大管的 战哥在当管的过程中 曾经给他爹当过部下 这回懂了吧 人熊老爷子当过战哥的领导 你说你咋 你咋 人家跟你阿战有底气 你都是我爸带的 我跟你当 懂了吧 所以说战哥没法 退休你也不能 就你领导管 你的领导退休了 你跟他儿子哆喝呀 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战哥挺为难 小生两话是太狂了 哎呀 也不是那么牛逼 啊 我是整不了的了 他爹曾经是我领导 啊 什么神 人家是金经济那一代 说但是呢 你们找普正 找郑哥 啊 那郑哥解决吧 哎 战哥说的一个郑哥啊 那咱讲话 说你看啊 这个郑哥啊 你看战哥 战哥不行啊 战哥是整不了他啊 咱们讲了好几年的故事 就是杜承的故事咱也讲了一年多了啊 那老铁 你们会发现 双战大哥出了几百声 别说索橡皮尼吧 好像是没人不给他面 这是头一次 对不对 你看咱们讲这么 讲了一年多 从小小小小小成 什么大事的故事啊 有事双战大哥如果出面 没有百货平 除非他没想管 但这一次 双战大哥被决了 有原因 因为啥 就因为咱说呢 双战大哥呀 他的老领导的儿 他爸 在双战大哥没当这么大官之前 那时候就当因他爸的手下 所以他没法给你激烟 那熊强也挺疯啊 这小子我多多少少 感觉他有点飙啊 他现在一说 这大哥啥样的 你现在啥级别 你跟战哥装逼 战哥心里能舒服吗 肯定不舒服 战哥电话一料说行了 你们也别找我了 我整不了 他爸当过我领导 小生小孩这么牛逼啊 也不是多牛 这事你就得找你真哥了 这大伙一瞅 小生讲话呢 那咋整个 那没找了 那问问郑哥吧 小生拿电话 就给他郑哥打电话 也没废话啊 这口气得出国 喂 文秉姐电话 哎 谁啊 兵哥 我都茬 哎郑哥在不在 郑哥啊 郑哥在这呢 啊 那个 让他接电话啊 找他 喂 啊 小生啊 啊 我是郑哥 郑哥 那个你在哪呢 在沈阳呢 啊 我没在沈阳啊 我这不在北京的吗 在你男姐家呢 啊 你在北京的 郑哥 啊 对啊 郑哥 我也在北京的 这么巧啊 敢巧的啊 郑哥这回在北京 算得倒霉 老熊的 他这个妹妹啊 挺罩的 吃喝拉撒的 那时候都罩的 所以他一到北京嘛 他就在男姐家住 你看男姐啊 在哪住 男姐在小南海 那个小花园里住 小南南啊 那可以说 郑哥那我 皮什么皮 什么 郑哥那屋都牛皮 外面那个 那都是这个 郑哥正好 该北京 啊 开个会 就该男姐家住 说小诚啊 我在你男姐家住 那咋的了 郑哥 这么巧你 你 你在男姐家 我有点事 我朝你 见个面呗 什么事啊 又啊 见个面啊 啊 啊 郑哥 我让人给打了 打个架啊 我们一帮 人给打了 还是队伍上 人给打的 怎么的 又人给打了 你又惹啥祸了 郑哥 我惹啥祸 这回真不怨我 我跟你说 郑哥啊 你行了 你上我这来吧 啊 郑哥 我都说我啥身份了 还有宝子 啊 宝哥也说他是啥 就这派人都量身份 他还给揍了 包括 量身份 还给你们揍了 北京还有这么狂的人啊 你们来吧 啊 我在家呢 好呢 郑哥在家中 这废话不多说 小诚啊 演戏经 这么小诚领了 当时这个智哥啊 还有当时这个 哎 陈卓啊 包括这个谁啊 包括这个王代友 他们一帮 啊 宝哥也去了 但是湛哥并没去啊 来到郑哥家 闻别还合计呢 说郑哥 小诚人也给揍了 哎呀 他们一帮 也不知道是谁给打了 说好像还知道啥身份 这一开门 一瞅 智哥第一个进来的啊 智哥进屋乐乐呵呵的 郑哥 啊 那个男姐 哎 男姐非常胖 男姐长得像谁呢 就有点像那个唱歌的韩红似的 就比较胖 哎 男姐 郑哥也胖啊 基因 好 这个男姐也挺客气 哎呀 大志来了啊 普正讲话呢 哎 这男姐也瞅着 这小车 这怎么样也打这样呢 啊 还有宝子 一手大志没事 说 普正讲话大志 你怎么 你咋没事呢 郑哥 我没去啊 我没参加 郑哥小熊猫 吊子你啊 特工 你奸的 啊 你真奸的 你这些弟弟挨揍了 你不去 是吧 这可讲话不是 郑哥跟我啥关系啊 我你不知道咋回事 他 小诚啊 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说 啊 小诚一瞅 郑哥呀 你这不知道啊 是这么回事 昨天晚上 我们在夜总会 啊 玩会儿 唱会儿歌 这个讲话 天天上夜总会 然后呢 然后吧 我不有一个弟弟吗 兄弟 碰着一个丑奖 不对付 非得让我那个兄弟去 给他们跪下道歉 啊 结果我兄弟吧 哎 就出手了 说实话 双方打枕了 也没咋地 人多 就把他们给打了 但没咋地 郑哥一听啊 然后呢 然后就找着 他哥就找我来 找我我就说 我说 我是谈的 那就大不了赔点钱 结果我就把 童哥找了 孙童 普正 认识孙童 孙童说 郑哥 孙童也被打那样 啊 结果孙童 童哥去都没给面子 给童哥一阵斗 眼镜片都打碎了 结果给咱们这顿打下 啊 谁打的 谁呀这是 啊 郑哥 我都说我们啥身份了 你还动手 包括童哥 都知道啥身份 这孙童就说了 说郑哥 谁呢 就是那个老熊 熊老爷子的儿子 哎 他们跟这个熊伟 操伤了 结果熊强来 给打不打 我以为我能有点面子 结果去了 我也亮明小成的身份了 包括这个载友啊 那个河北那个贼 还有陈卓 这河北的陈卓跟载友 是头一次见谱政 非常兴奋的 知道这是大哥 啊 这边的身份都亮了 还给揍了 还顶队伍上那些揍的 对呀 你赵哥 没收拾他吗 小郑想话呢 郑哥 我那个警卫员 淘强 你知道不 淘强 我知道啊 那孩子不错呀 淘强 让他们打了 现在进ICO了 生死未卜啊 打昏迷了都 把人打昏迷了 打进ICO了 对呀 抢救呢 宝哥当时一瞅 哪有那么严弄啊 没咋地 就这不脑真大 这小诚说 那意思打他 抢救 他职务员 他看不得 那淘强的孩子不错呀 那么年轻 给打那样 你郑哥没熟他吗 我郑哥 说这小子 那个熊强吧 他跟 他爸 那个熊伟 他爸 是我郑哥的领导 怎么的 我问他 郑正 我正把电话 就打给谁了 就打给宋兰了 郑哥没去吧 写的 喂 诶 郑哥 阿站的 他爸当过你领导 他爸当过你领导 他爸不都退了吗 他爸我知道 他都八十来岁了 都退了 退不退的 郑哥呀 要说这个事啊 老熊丽我知道 七行八十的 他这俩人都挺横 但是这个事啊 说来说去 跟你家还有渊源的 这事不怨我呀 他家那个底气一样 那是从你家这块来的 哎 扶上讲话呢 说那么我爸指定的 他也不能说 现在我爸都没了 他也不能这么藏啊 啊 这怎么的啊 啊 你给打电话没 我打了 人家知道小诚他妈 包括我弟弟 双宝都被打了 人家说啥 人家说 打就打了 啊 说给我点面子 要不然呢 没有这些小的背景 都都都都都 把他们腿打舌 哎 他这么夸 你看他原话 哎 双宝大哥也扎的一字啊 不打印 扎的一字 你说了吗 说这就我弟 已经给我点面子 也就是轻打两架了呗 要没这些背景 直接把腿打舌 这也还不服呢 人家说了 不服气样找的 他还还揍呢 有这事 你把他电话给我 我给他胸脚打电话 啊 那行 那那那那我我把电话给你 啊 你记一下 这么普正就记下了 啊 谁的电话 就记下了这个 哎 熊强的电话 那很快 普正把这电话 就打给熊强 熊强这边啊 也接 啊 喂 啊 我是熊强 哪位 熊强啊 你好啊 我是这个普正啊 你好你好啊 郑哥 他跟普正吹吹叭叭叭 啊 你好 你好啊 郑哥 哎呀 熊强啊 这个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是不是把杜城他们给打了 还有这个 还有双包啊 啊 对啊 我打了 郑哥 不是 熊强啊 那杜城 是我一个 啊 知友的弟弟 他爸是海南王 都亮明身份了 你怎么还能打人呢 多大点事啊 啊 你怎么还 那有啥事 找一个圈子好好闹了呗 啊 我也知道你爸是贼了 是不是 那不至于打这样吗 给啊 郑哥 既然你找到我了 那我就说两句 啊 嗯 如果要是你弟弟 我可以给你道个歉 但是啊 我说实话 我心里有点不服气 哎 你不服气 怎么个不服气 郑哥 他们把我弟弟给扎了两刀 他们先动点手 扎人了 你等会儿 说你们谁把人扎了 小声没说打人打打啥样 说你们扎谁两刀啊 啊 扎人了 都扎人了 没没扎呀 我我会扎不知道啊 谁扎人了 啊 我扎的 我扎的郑哥 谁呀 双宝 宝和讲话呢 郑哥 那天给夜总会打仗 我看那班人拿酒瓶的 要打杜城 那我一看打我弟弟能行吗 我拿拿 那个阿小小餐刀 我拿了小刀啊 上去就砸了一七东 一个人两刀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我保护小肠 啊 不是 就砸两刀也不至于说的 啊 把人打进ICO吧 啊 你有什么权利啊 那是 那是那是队伍给你的权利啊 还是谁给你的权利啊 我就纳闷了 不 这郑哥怎么呢 把人打进ICO了 对啊 你把人那个杜城的警卫员打进ICO了 现在你抢救呢 郑哥 我自己打的我还不知道吗 就几炮几脚 也不至于打进ICO啊 啊 他们是撒谎啊 还是咋的 你别逞他蛋 啊 我就问你 这事咋处理 我说郑哥 我弟弟被他们扎两刀 啊 我打他们几电炮几飞脚而已 啊 我有啥错啊 郑哥 哎 不是 你小子 到现在没认识你错误啊 我问你 你领着队伍出来 打仗 跟老百姓打仗 他们就是普通老百姓 你跟他们打仗对劲吗 这给你的权利 郑哥就生气了 不是 打都打了 你说啥整 哎 就这太多 那你看都打都打了 郑哥 那你说啥整 他都打了 我说啥整 你最起码 你得给人道个歉吧 啊 这是最起码的吧 我不难为你 你是不是得 承着点道个歉呢 上我这来 啊 我告诉你地方 你过来 郑哥 你要这么唠的话吧 这歉我也道不了 啊 我去唠到这 唠唠我就生气 给我弟弟扎两刀 啊 我打他们几电炮而已 啊 要我道歉 我有啥错啊 哎 不你小子咋的呀 我看你不太服气啊 啊 我不是你不太服气啊 你啊 郑哥 没啥服不服气的 哎 我 你小的 我的赌场 你还没碰到这样的了啊 你这 那你看郑哥 你今天你碰着了 啊 不好意思了 啊 让你碰着了 哎 行 啊 熊强啊 你真行啊 郑哥 那这事这么地 我也不找他们了 他们也不找我弟弟啊 这个熊强真是哪个呀 真他妈不知道死活呀 郑哥他俩没骂谁也没互相骂人啊 给普正气 普正把电话一撂 普正瞅瞅他身边这几个兔崽子小城 双宝他们都站起来 你们一天天的跟外面惹过都站起来 郑哥生气 骂人了啊 送人全起来了 智哥做那个啊 在这喝的还抽眼呢 你们你说一天天你们就惹智哥 郑哥生气 没说你啊 啊 站着 智哥讲话跟我啥关系啊 郑哥呀 我我我我也没打仗 这帮当地里的他妈挨揍你 妈不管啊 你没看住就站 智哥讲话你进 得 智哥也往那一站 普正抽了没有三个眼 普正把电话呀 就拨出去了 啥站的 我给打电话了 你才最想跟我说啥 他说啥 我说我这么多年没见过你这样的了 你过来给道歉不难为你 他说不来 他说呀 让我碰着就这样的就碰着了 啊 他这么说的 我看他是疯了 我看他是疯了 你这样 你把王源叫来 啊 你俩上我家来 展哥一听 行 那废话不多说 赞哥就给王源打过去电话 元哥啊 接电话 就是赞哥的搭档 啊 啊 喂 元哥啊 是这么回事 他叫王源啊 王源啊 这么回事 啊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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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他把这事一小 元哥一听怎么着 跟正哥单合 元哥跟正哥是平起平坐的人物 不配话 元哥跟赞哥不多时就来了 一进屋 一看大志堂都赞那个 啊 元哥啊 背个小手啊 哼 他唱哪出 一个个跟他们小孩 这被打的 啊 赞那个阿姨排 普正啊 你看 他管正哥叫普正 普正啊 咋个事啊 打这样啊 普正瞅瞅 哎呀 王源啊 事儿阿湛跟你都说了吧 说了 啊 你看你有啥想法 你说这 不是有啥想法哎 普正啊 就这个熊家老大老二吧 他真这么欠手是啊 老二 改外面什么京城草地皮 啊 基本改 改北京呢 挣了不少金 啊 他哥呢 仗义自己的身份 啊 没少给他当伞啊 七行八市的 没少欺负欺负人呢 我早点想熟他们了 就看着他爹 熊老爷子的面上 讲话了 跟咱爹的呢 都是一个年代回来的 啊 这怎么跟你兹喝了 元哥谁不怕啊 就这点 说跟你兹喝了 说了 我说我多少年 没碰着这样的呢 不给我面 他说让我碰着的 反正也没带脏字 反正就这么回事 阿湛一瞅 太不像话了 啊 我说我弟弟被打了 大宝子也被打了 他整个啥 知道要是大宝子 是我弟弟啊 给我点面子 能轻点打 这小子过来 王爷还一瞅 大宝子 他喜欢大宝子 管大宝子 他想收到干儿子 知道不 就松宝 哎 但是那个郑哥 郑哥不干 郑哥讲话 你说我弟弟当干儿子 我他妈称你儿子了吗 那边什么 我管叫鼠 哥能哥叫呗 哎 他最喜欢宝哥 他是宝哥的大哥 啊 元哥 郑哥是小厂的大哥 大宝子 大宝 宝子 宝哥过来 那个 元哥 打这样了 啊 元哥 没咋的 普正讲话 这大宝子也能力了 现在妈不老实了 还扎一两刀呢 啊 这扎的叫什么 雄伟的两刀呢 啊 扎两刀 扎两刀呗 这那货 他妈应该多扎 这两刀 扎死他 普正讲话 你怎么这么老 可能 啊 元 那咋老啊 大宝啊 以后再那种 逼货就给他扎死 扎死你 元哥给你摆 嗯 嗯 他里面叫上干爹 就喜欢他 你没咋玩 元哥就 就喜欢大宝 老板讲话 元哥 那这事 你们别管了 郑哥 这事啊 要我说 给他弟弟扔进去 给他哥啊 给他扔进去 这咋的 啊 但是说实话啊 这老熊子呢 毕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咱要是给他留点面子的话 还有一招 我领人 啊 揍他们一顿 解解戏也行 你说吧 咋办 普章一丑 咋办 哎 方元啊 你跟阿湛 你俩研究咋办 想咋办咋办 看怎么合适 怎么办 啊 这事啊 就交给你了 那好吧 那我吃了 啊 等下吧 啊 这事交给我了 啊 走吧阿湛 咱走 不是那个 就完事了 三天之内 给你消息 啊 大宝子 走 给我上家里玩去 走 宝哥一车 小城仰了 去呀 元哥给宝哥领走了 上探家玩两天去 再回去路上啊 孙战是这么说的 这元哥呀 是不是太过分了 要是那么整啊 啊 过啥分呢 那北京地皮 他弟弟王思草 他哥给他当伞 这天天还没少喽 我早想收出来 看他爹的面子上 他不要脸 我还不收他 啊 你不用管了 这事交给我 不用多说 就在第二天下午 这过程就不详细讲了 他弟弟熊伟 啊 要想收他 你看他现在是 牛逼的时候 是熊瞎的熊 这个人收他的时候 他 他就是熊祸的熊 狗熊的熊 在医院里呢 他弟弟 被扎两刀吗 手术呢 刚刚刚刚刚 刚从病房里养伤的 村放大哥那边 单独就派一队人马 把他弟弟啊 包括他弟弟 涉案人员 全给逮了 一天之内 他哥 熊强 在队伍上 办公室 跟我们走一趟 有事跟你说 我咋的呢 咋的呢 回说 谁给带走了吗 那老铁 就在他哥俩 当天啊 被抓的同时 你知道当天 到第二天抓多少人吗 这么说三天之内吧 他 老熊也是贪官 他哥 原哥怎么能不是好东西 你这好来不分了 你哥们 原哥是打老虎的人 啊 原哥人家啥 人原哥是二代 原哥家啥产业都没有 原哥是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人家直接就是干这些老虎的 从上到下 抓起来六七十个 你包括那个李武 啊 所有跟他一趟线的 全进去 啊 全进去 一个没留 事情啊 到了第三天 谁呢 老爷子该说不说挺厉害 啊 老爷子 就得到消息了 老爷子当时都八十多了 熊老爷子就得到消息了 啊 他一般人得不到这个消息 老爷子挺有能力的 人家说了 说你儿子 得对谁来 王源干的 啊 这不老爷子就给王源 打个电话吗 王源啊 我 熊老 啊 熊老爷子 你好 王源 我想问问我儿子 这俩儿子怎么得罪你了呢 有啥仇恨呢 至于吗 给我们老熊家一个人都没留啊 那个 老爷子 他有经济上的事 你那小儿子给外面七行八市啊 买地皮 炒地皮的 啊 法律上那那那跟我有啥关系啊 不是 你别扯那猫楼子 别人不懂我懂啊 我就问你我儿子啊 他得罪你啥了啊 干啥给干这么狠呢 我这么大岁数了 你别跟我说 你跟我说犯不上 啊 你儿子 太太太仓了 你儿子 连普正都不给面子啊 这事我这么不瞒你说啊 啊 你自己问问普正吧 好嘞啊 到老到老了你好好养养身体得了 我跟你说啊 八十萝卜带出泥来 你呀养养天典得了 啊 要不然我跟你说再往上等啊 往大等啊 你这俩人的命都保不住 哈喳 元哥把电话就一料 我给你鸡毛面子给你面子 元哥谁面子都不给 当年老爷子找很多人想求王元啊 没人敢张这个嘴 为啥 原来我也讲过 你要跟谁提说的 你看那个熊家那个 咋的啊 你跟他一趟线一伙的啊 王元正干你啊 不敢提 到第十天 老爷子把电话打给普正了 啊 普正就接了 喂 普正啊 我啊 你熊叔 啊 熊老爷子 你好 普正啊 不是我想问问啊 我这俩儿子到底犯多大的事啊 跟你怎么过不去了 把我儿子都给扔里去了 我们老熊家我都八十来岁了 我这儿子也都不小了 你说他们个里面待着 我能看着 再说我跟你爸呀 关系都非常非常好 你别提我爸了 啊 熊叔啊 熊叔自诩这个词啊 用在你俩人的身上 太正常了 啊 如果你要提我爸的话 我爸现在是没了 去我爸再世的话 可能八十路不带出你呀 可能他得查着你 你保证你很干净吗 我爸这是没的 就这么地的 你好好一养天年吧 这个事啊 就这么地的啊 别给我打电话 电话八灯就了 老头熊老爷的走偏没 他不走偏 他人都能偏吗 我问问你们 为什么元哥不偏 元哥的父亲就不偏 那事情过去了半个月 这一天杜成啊 跟马三 还有夹带他们落诗 啊 包括这些哥们 王在一会儿 陈总他们 小程就说了 啊 三哥 家带 带哥 跟咱们干的熊市哥俩啊 他家老熊也是完了 哥俩一个死刑一个死款 他愣进去了 啊 他说啊 家带讲话 我还行的找李小勇 小勇哥帮我 受受受的出口气呢 给我打这个笔呀 不用了 跟咱干 咱大哥是正哥 啊 打我三哥那好事 旁边的当时的陈总 跟王在一会儿一瞅 陈总 我俩就是你的左膀右臂 啊 我俩就是你第一大炮手 老哥讲了狗狗的 能轮到你俩啊 先来回到啊 我是小肠的大炮手啊 是个假话都滚毒的 你们都说干啥的 那小程是我弟弟啊 有事的话 我也是辅助小程的 哎 邓哥 小程啊 这两天你给北京 他妈的媚少惹事 熟着熟着 你别在北京待着了 啊 也别回这个东北了 啊 你呀 你熟着熟着上天津港吧 啊 天津港的买卖都开了多少时间了 啊 你上天津港吧 帮我做做生意吧 有点正事干 你别天天惹事 邓哥 我这还没玩 还玩啊 啊 上天津吧 行邓哥 我知道了 完了 哎呀 普正大哥 让我上天津港 给我整个什么 基本总经理 华孕公司 正知恶一愁 这不是要捧你了吗 这不是想把你往天上捧吗 啊 那真哥 我认识这么多年 没我干的啥 我给你当副总 我不管别人啊 我现在自封的啊 我大致啊 那就是华孕公司的副总经理了 杜成是总经理啊 那就是华孕公司的副总经理